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Agents Hot Wheels channel 本期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风火轮Premio系列的Faster and Furious 这一款来自尼桑的GTR R34 这款小车的话其实故事还是挺多的 它是我们一边拆一边聊 它是速度与激情 第四部当中主角布莱恩 就是跟唐老大比赛的时候驾驶的这一款小车 然后不仅如此 在现实生活当中 保罗沃克也是拥有一辆R34 然后再加上本身R34这个车型 也是JDM的粉丝们非常喜欢的一辆车型 所以导致这款车既有车本身的一个加持 然后又有电影系列就主角光环 所以导致这款车其实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普通的风火轮 这个Premio系列的小车差不多就是贵的也就50左右 便宜的三四十 但这款小车已经好像了 我看要 这个小车如果四五十的话 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值得去收的 OK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小车 小车的话我一拿出来我就惊呆了 这个车顶就是上漆的时候 感觉里面有很多小的灰尘在光油下面 其他部分这个漆面还是可以的 就这个车顶啊 可能在生产过程当中 这个无尘间不够无尘 我们看一下这小车的前脸的话 节操都是拉满 然后面节操依旧拉满 风火轮的话 我们知道一般大灯都是不给独立件的 所以都是涂装 不过这个尼桑的车标好像涂的有点拉胯了 而我意义是跟车身是一体的 也是一个合金一起注模住出来的 那小车这一款是没有后视镜的 稍微差一点 因为风火轮很多小车的话 还是可以做后视镜的 但这一款并没有啊 那里面方向盘是一个大饼方向盘 那这个师傅轮毂是比较好的还原了 电影当中这个真车的轮毂 我们看一下底盘 底盘的话细节 这台细节还挺丰富的 对于风火轮这个premiere系列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铁憨憨 玩具累合金小车当中 我个人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 价格不贵 铁底胶胎真的非常的棒 所以如果你只是买一个玩具小车的话 风火轮premiere系列 是最值得收的一个系列 但是如果你是车模为目标群体的话 可能这个风火轮啊 就不是特别适合你了 那我们最后看一下这个小车的滚动性 非常好 OK那这台来自风火轮速度与激情系列的 阿三萨就给大家分享到这边 我是野军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那我们下次见